什么玩完了这个游戏可以兼职帮黑社会处理身体 哇擦这么可靠吗 那就这个清理犯罪现场模拟器 和黑帮铁蒙成为他们的一员 要做的就是在他们肮脏工作之后收拾残局 要清理犯罪现场糊弄警察 太行啦 游戏目前还是个死亡demo 我有一个没有工作的朋友就很想尝试了 咱们长按点赞直接开始游戏 像是有人去这个Mark家里做客 他的妻子说他几分钟后才回来 我以为你给人做客原来你给人重开啊 哦电话来了 原来是老板被戴绿帽了 老板很生气 自己几十年打手枪的功力居然被人偷家了 必须跟老王上门PK一下打手枪 然后显而易见战况十分的激烈 所以请我们上门看看情况 但是作为职业的家政老师 做好清洁对我们来说 自然的是受拿把枪 拿这个水桶拿上 这个补光的 直播嘛 去别人家里带带货也很合理 记得双击加关注 以以派的兄弟打个以派 抱你不带魂魂不顶号 接着洗地装备 OK差不多了 拉上我们多个人梦想小板车 能拉魂也能送死人 非常的好用 嘿嘿 不过这大户人家是真有钱啊 这么大 进门就是泳池 好家伙 我真受不了了 有钱就算了 还这么会养生 游泳他都用枸杞水 看了就很健康啊 我 这地上 先收一下 先收一下啊 不愧是高手对决 一锁子都打完了吧 接下来处理一下地上的战斗痕迹 这长达手枪的兄弟都知道 玩事多少都会留点东西 先去把这枸杞水放一下 应该在这配电室里 哎 我这职业家政老师敏锐的感知力 一下就找到这个出水洞了 OK 池里的哥们睡得很死 那作为职业的家政老师 必须给他安排一个 高级睡袋 接下来把这个水桶装下 消毒水 稿里头开枕 这个脚印 痕迹给他处理干净 我是一个分刷匠 分刷本领枪 我要把那新房子 刷得很较凉 哎呦 泳池都给淹入味了吧 OK 打扫完门口就可以进屋 请你下一个现场了 这屋是真惨烈啊 各种东西 报之的报之 破碎的破碎 我这赚点钱是真不容易啊 这女主人也够倒霉的 啥也没干 老公在外吃别人家海产品 自己在家吃子弹 哎呀实在是惨 这原位手机啊 犯罪证据 准备报警他没报成 哎 知道兄弟们喜欢 一会 一会就抽 一会就抽 这屋内的话 他确实麻烦 不仅得清理垃圾血迹 还得把这个桌椅壁画 恢复原样 猪打就是一个 啥事没发生 嗨 这钱啊 这钱我也得跟物归原处啊 哈哈哈哈 OK 这一楼收拾完毕 我们看还有哪里啊 这地下室 好家伙 看看 看看 这就是偷黑帮老大家的下场 我里吧 左边搭着电钻 右边插着小刀 这边上还有一堆的电钻头 哇去 地上还有锤子 显而一见 是给钉在椅子上 活生生用锤子锤死 光看这个初雪位置 不用想 下面肯定已经成扁雀了 不过呢 这些犯罪工具 我都收集了 用耳上的兄弟们 记得找我领取啊 保证原汁原味 还负重现场画面 让你用的安心 适得放心 这处理完戈壁老王 我发现楼上的小孩呢 也无疑信免了 儿子 这灯光绿幕 看起来像个职业主播 在家好端端隔着直播射击呢 没想到 射自己脑门上来了 曾经是射击的主意师 女儿 更惨 给人射了一路啊 都跑阳台去了 都没跑掉 不过还好没掉下去啊 还算体面 诶 处理完这些事情呢 咱们还需要做一些收尾工作 比如 替黑帮老大 清理一下这边的监控数据 要我说根本多余啊 这电脑我直接带走 不是啥事没有了吗 可惜 不行 但是边上的现金可以 这打印机 路由器 啊 进货来了 还有这些金银珠宝 这补光灯是真该带着呀 一伙就可以开直播带货了 下次黑帮老大 还有这伙 我工资都不要了 免费啊 好了 这就是本视频全部内容 如果你对这个游戏感兴趣 记得时间带支持一下 正式把一出 马上更新 下一集